国民党部分区立委张力善昨天公开表态将参选下届云林县长同样呼声极高的同党云林县党部主委林文睿表示会以党的提名机制协调人选至于自己参选与否依旧没有松口 林文睿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在本周六举办爱心园游会庆祝党庆 当天所有刊位盈余都将捐赠给弱势团体因张力善昨天才表态有意角逐现场林文睿参选与否成为大家关注焦点 林文睿表示中常会有通过提名机制所有有意参选的人选如果有二组以上的参选人会进行协调协调不成在进行初选 是否采用全民调或办理其他机制初选一切尊重党中央的决定 林文睿强调目前仍是把党内的初选工作办好为药物病情根基层 为民服务媒体J1虽然没有正式说要参选但以实际行动证明一切 他唯唯点头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林文睿是云林农田水利会长掌握水利系统 今年春天为儿子举办婚宴 其开六百多桌展现深耕基层的雄厚实力 当时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到场证婚 因此被外界认为是国民党云林县长的任门人选之一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张力善昨天公开表态将参选下届云林县长 同样呼声极高的同党云林县党部主委林文睿 左三表示会议党的提名机制协调人选 至于自己参选与否 一这没有松口 记者陈雅玲摄影分享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张力善昨天公开表态将参选下届云林县长 同样呼声极高的同党云林县党部主委林文睿表示 会议党的提名机制协调人选至于自己参选与否 依旧没有松口 记者陈雅玲摄影分享